好 再來看到金曲歌後娃娃瑞如萱受邀擔任公益大使 面對改變這個主題似乎心有所感 畢竟近期才剛結束四年婚姻的她 這回首度是接受媒體訪問 強調一切都好 和前夫還有聯絡 但對於這新戀情 則是一切隨緣 線上美聲用音樂和歌詞療癒 現場眾人 金曲歌後娃娃瑞如萱 只會受邀擔任公益大使 面對這個主題心情似乎相當有感 其實對於我自己我是一個非常害怕改變的人 我覺得面對改變這件事情是需要用力的 它是需要勇氣 然後需要信心 討厭害怕改變的魏璐萱 卻在今年十月宣布和演員龍成翰 四年婚姻畫下句點回歸誕生後 首度接受訪問也大方表態 我今天腰閃到我現在腰很痛 這改變我很不爽 腰真的很痛啊 很好啦 謝謝 我喊一切都喊好了 我現在很好啊 我最近剛演完那個向左走向右走的音樂劇 再度合體蔡敏佑出演吉敏音樂劇卻遭網友質疑一出場就走音 是否沒開傘還是失誤 讓娃娃霸氣現身回應是不是認錯人表示自己唱超好的 儘管一個人生活的她 面對關心也同樣強調一切都好 對於改變似乎也有新定義 但是我現在覺得改變沒有不好 就是那個改變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 改變它就是一個決定 就是一個選擇 對 就是因為有了改變 所以所有的事情也許會慢慢變得更好 就算四十歲不著急走入下一段關係 坦言和前夫還有聯絡 說好不對外 多說細節 新戀情就看緣分不設限 也期盼這份改變走向好的未來 記者黃家維 黃家慶 台北新聞報導